我認為既然這個疫情 以前我們是用半鎖國的戰術 入境全部觀察14天 一直很相當有效率把病毒擋在外面 就算偶爾幾個突破 因為我們都消滅掉 不過自從桃園醫院開始 一直到華航到諾富特 坦白講這個病毒已經侵入台灣了 所以特別大就是變種病毒 只要一放鬆它馬上就燒起來了 不過我們運氣比其他國家好 如果其他國家在一年前遇到我們目前的局面 它永遠會在經濟崩潰跟疫情爆發兩條之間一直在掙扎 所以一下子封城解封又封城又解封 我們台灣至少撐到現在才遇到這個問題 可是當時是沒有疫苗 我們現在是有疫苗 所以還是這樣 我的建議是維持目前的局面 趕快把疫苗全面打 因為老實講夜市餐廳關兩個禮拜可以 現在大家就已經哀哀一覺了 再撐三個月是極限 但是老實講現在一放鬆 說允許夜市怎麼開始吃飯 疫情一定爆發回去 所以還是那句話 因為既然疫苗是已經 既然全世界已經接近18億劑的疫苗打過了 表示這是一個很成熟的東西 台灣也不是沒有錢可以買 所以應該是 我跟你講 疫情紓困要花幾千億 去年就花兩千一百億 現在聽說要花多少錢 六千三 我跟你講 抽十分之一 抽六百億 買疫苗就把這個事情就解決掉 你小錢買疫苗解決 你不解決 然後再去搞個六千億 這百丁花咖也不用那麼多錢 這還是 政治還是要有良心 你開六千億 百丁花咖你乾脆抽十分之一出來 買疫苗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所以還是一樣 你現在一放鬆 馬上疫情就爆發回去 我也不太贊成 但是拖久了 台灣的經濟也受不了 以期花六千多 去搞什麼紓困 你知道 不如把挪一筆錢 國際上買得到的疫苗 全世界已經有18億的 將近18億的疫苗已經打掉了 台灣要買個五百萬 不是那麼困難 有錢 台灣也不是沒有錢 所以政府還是要想清楚 你知道 做該做的事 不要老是想去做那個 奇奇怪怪的事情